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讲建桥铺路 就是当时怎么样帮助村民建桥铺路这些 第二个是讲立即行旅 然后再来讲几难救助 这三个方面来讲 那修桥铺路里面 其实历史以来 佛教对地方的建设 具有代表性的行善 做了很多建桥铺路的事情 就像这个里面 星宇大师提到 讲宋朝的时候 光是福建厦满全州一带 有森里木造的桥梁 不只是数百座以上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 其实出家人在当代这个社会里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比如说道勋法师呢 他一生就是要 行这个造桥两百多座 还有辅助法师 了心法师 守心法师 这些全部都是过去的僧人 他们造桥不计其数 就是布桥的多少个 再加上其他地区的 僧旅所建造的 都有万座以上的桥 铺路 都有 就像明清法师呢 他是专满做道路的这个修建 还有举仙法师呢 也是街道的修路 还有斯基法师 蕴藏法师 这些全部都是修桥铺路的 然后道生法师 文达法师 常常不只是他一个人 所以领所有的僧俗 自己担着泥土去修桥铺路 就是修这些道路 还有道与法师呢 他们是开启洛阳的龙门坛呢 这个是以力学运输的这些 那很多都是为了让社区里面 社会里面给大众方便 给行者方便 也是修进这个地方的繁荣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的法师 大德 尤其是带着 申书儿送一起做这些 社会公益的事情 那再来讲 立即行旅 古代呢 很多的公共设施呢 以我们现代来看的话 就是很多都是不便利的 然后交通不发达的 那佛教经常在路旁业外 或者是建塔凉亭 供人这种辟语的 休息的地方 或者是呢 吃茶水啊 让这些行人 能够有即可的姻缘 还有点挂灯火给予照明 因为古代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有点灯 那他们就是会暗的地方会挂灯灶 那特别是寺院呢 会提供住宿 让往来的商旅啊 尽情考试的这些书生啊 斜角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就像唐枣的宝寿室 还有五台山的普通院 这些都是给予行旅的人 很大的方便 因为给他们可以挂灯住宿 给他们可以游吃的 那另外呢 古代的僧人呢 是常常产血行甲 到处可以行产 那有画的他乡的时候呢 就是同时也是传播佛法 播种的这个因缘 那有时候把很多的明清 风俗习惯文化 都可以同时传播出去 就像过去许多的学子 相机在江西马祖道义禅师到湖南的石头西迁禅师 到处禅访寻道 而有这个走江湖之城呢 这个是讲过去古代的禅师呢 他就是会行脚各处去禅访学习 那明代的隐元禅师呢 是到日本红房 那带去中国的扁多干茶道 那现在日本人吃的扁多叫隐元豆 就是因为隐元禅师 他从中国带到日本 那同时他也成为日本兼茶道的施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日本很多茶道的这种仪式 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 才有现代的这些文化的传承 那讲到这个出家行脚释放 那历史学家唐德纲教授 曾经告诉我们 早期在东晋时期的时候呢 就有僧人会生法师 到达美洲墨西哥传教 比哥伦布雅发布新大陆的 这个时间还更早 那从这里可以知道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呢 不只是停留在中国 而是从中国传到日本、韩国 乃至现在讲的是已经到了美洲 那慧山法师呢 他的事迹流传在梁书的南诗里面 记载看到 那他说到今天的墨西哥 有一个城镇叫 阿Q帕洛库 那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信仰佛教 说是从祖先开始就是承洗下来 而现在的救济山博物馆都有收成10秒 就是慧山法师所留下来的遗物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佛教也是来到北美 也是很早期的 那美洲本来就是没有佛教嘛 因为是天主教的国家 但是慧山法师的行礼传教之后呢 就有了佛法 那镜像的流通 佛像的流通 也有了出家人 那像个太平洋万里不逃的这种中间中 其实是可以中古跟中墨 墨西哥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呢 就这样子因为佛教的生理 传播呢 东西文化的这个沟通起来 所以这个是讲历迹行礼 是古代的僧人 他们是透过行脚传教 透过行脚把文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再来是积难救助 那积难救助在古代 乃至到现在呢 其实佛教对当代 或者是在社会呢 做了很多 那每当国家遭遇到一些战争呢 或者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呢 寺院都会往往成为军队助洗的场所 那南敏呢 起之于避风港 就是南敏有地方住 就像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 太虚大师为了国际宣传 抗拒日版侵略的主义 那远辅到印度宣扬佛教和平教义 提倡了世界和平 那还有乐观法师组织生理救护队 这个救难服务 然后呢 南京旗下市的吉人 法师 施开上人等 都收容难民 得到20万人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 当时的寺院给人民 这样子的一个避难所 那称任新六军 郡长的苗药香 就是当时避难在齐霞市的难民之一 也是受到人间佛教的救护 那人间佛教解决了士兵难民的问题 也是安抚了动荡不安的灭心 人间佛教呢 慈悲包容 使得许多遭受刀兵劫难的人 免于颠沸流利的生活 对于保民养习的力行 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功效 那从刚刚前面 醒脚再到寺院 给难民可以留守 这个可以说是当时 国家处于艰难的说拿佛教 还是为了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让众生有安稳的一个地方 那可以给大家住在寺院里面 那佛教解决了士兵难民的问题 也安抚了动荡不安的这种灭心 让人间佛教的慈悲包容 然后呢 许多人可以有一个 安身利盟的一个地方 就像过去在北魏时期 浮屠户的设立 让犯人可以到寺院从事耕种 开拓河道的劳动服务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犯人大家都会怕 但是寺院都是开门给他们进去 可以做劳动服务的因缘 那另外还有雨池 育诊 养老 寒冬送暖 这些都是慈善公义 福利社会的事情 都是佛教徒 以慈敏众生的一个心 那从这里可以知道 佛教不只是在念经拜佛 而是在社会上 在社区需要 人间需要的 都是可以福利社会的 这个事业做了蛮多的事情 为国家社会尽一份义务 给予需要帮助的人 获得心灵上的安顿 此外还有寺院 设立放生池 放生源 佛教不但慈悲照顾人 而且广集一些动物 甚至森林 花草 树木等可以说是 佛教对国家社会的帮助 那另外呢 大师这本书里面讲 当初国家还没有警察 公安的设立的时候呢 寺庙是对社会的排难 解分的也是做了很多的帮助 所以以前没有警察 但是呢 佛教试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普陀山的课堂就像派出手一样 民间有了一些纠纷的时候 会去到课堂里面获得解决 那现在台湾民众信仰的马祖 假如他没有前场信仰观音菩萨 他怎么会救苦救难 所以呢 台湾人民崇拜的清水祖师 他是普足城市 也是佛教的祖师 那为干旱祈遇 其民万民 也是受到社会的尊重 所以清水祖师 也是当时对民间 你看没有下雨干旱 他都可以祈求 与给当时的人民可以能够耕种 那以上总说是 人间佛教对每个时代的苦难 每个时代社会需要的人民的救济 寺院除了自我的生成 还有农村生活之外 也多所布施的协助 那不断的救灾 血品 还有人间佛教对人民的贡献 真是举步胜数 从这一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人间佛教呢 其实是在走入社会生活里面 众生情况 需要什么 就是救助什么 帮助什么 那另外呢 只要有佛教的地方 就有慈悲的伐水 为人服慰上通 这个抵除悲苦 那大师这本书里面讲 希望经过从政者 或者是学者专家 社会工作者都能多多层于人间佛教的历史 对人间佛教为社会的许多苦劳服务的慈悲精神 能够有所了解 那现在呢 对于人间佛教的发展 最根究的就是佛陀社教的一个成果 因此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呢 不能不感谢人间佛陀的慈悲安慰 那希望中华民族倡导文化的同时 也不忘记人间佛教的贡献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那从这一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师讲的人间佛教走入社会里面 除了现在我们所做的很多救济的工作之外 从造草坡路旅集旅行 还有几难救助里面 可以看到过去很多的高僧大的法师 他们都是为民间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 让当代的这些人民 除了信仰上的安顿之外 还有外在上都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这个是由佛教对众生利益的一部分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师傅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了 请问师傅 您还有没有一点时间 给我们介绍最近寺院的一些活动 好的 那从6月16日 6月17日到7月16日 是VG Run这个活动 那各分会已经在进行当中 那这个是希望人人都可以 用行动去护持救地球了 那除了VG Run之外 那接下来是农历7月即将到了 那因为我们要跟多很多抽开时间 所以我们孝庆报恩法会 那这是今年也是一样 礼拜慈悲三杯水餐 是定在7月24号 那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半5点 那希望大家要超多的尽快登记我们义工 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准备 那当天法会是有线上线下的 那也欢迎大家 如果你能回4月一起拜也可以 或者是你在家里线上一起礼拜三杯水餐 也可以 好 谢谢师傅介绍 其实您说到7月的话 我就想起来 每年的7月都是我们共生的月份 是的 农历7月也是共生道粮的一个功德 那今年也是一样 全部所有共生道粮 给我们整个佛光生 所有慎重的生活助悉 全部都是需要大众的这种劝募这样 是对 所以呢 我们贡献的每一份力量啊 都是让我们的这些出家人 这些师傅们 有一个生活上基本的保障 其实这个功德是全球的慎重 非常大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啊 别错过每一年的机会 好的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如中师傅 感谢您师傅 谢谢 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 跟我们在一起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721-2882 那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的曾经 五百次擦肩而过 欢迎今生一笑 把我珍惜当下 那墨佛的世界 南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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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佛,南墨佛 五百次回眸 是否在与您谈哮 愿生愿灭 居不宜 把我珍惜当下 那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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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多少的蹊跷 多少多少守望 千年啊 是百年吗 能和你发传鼓 问一声路 尽何处去 三思啊 何日君再来 那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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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回眸 是否在与您谈笑 愿生愿灭 居不宜 把我珍惜当下 那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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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多少的蹊跷 多少多少守望 千年啊 是百年吗 能和你发传鼓 闻一声路 尽何处去 三思啊 何日君再来 NAMO FO NAMO FO NAMO FO